刚才讲证悟空性其实并不太为例 很多人以为说我们证悟空性 我只要念念一两本经就有证悟空性 其实佛陀在大波尔经 以及摩克波尔波罗的经说 证悟空性要有两类的努力 第一个就是要颤离业障 就是说我们的禁止 在无量节轮回里面像吸尘器一样 吸了很多肮脏的东西 我们的禁止像禁止一样 要常常去把所有的烦恼习性 贪嗔痴一条一条去努力 所以佛陀成佛的时候才要三大阿僧起劫 或无量阿僧起劫 就像《金刚经》里面比喻的 我常常提议 佛陀要修五百世的忍入先人 他忍入的功德才圆满 何况我们可能一世都还没有修 所以要证悟空性 比如不是说嘴巴讲空 我就可以证悟到空 就好像说举个例子 我现在要当德国的总理 我当总统 比如不是说你讲了 你就会做总统的 你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你可能要从文化基层做起 然后有很多行政经验 而且你要各个部门都了解 你可能要累积很多很多 你才会作为总领或总统的 所以同样的空性的教法 也是这样 要忍徒业障 第二个积聚福德之良 就是佛陀是摆结修向好 千福修庄严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听到这样的 就会觉得说菩萨道很长远 可是他就会放弃 应该不要这样写 举一个例子 现在你想在你的花谱里面 种水果 或是你这个 我最近秀满 他家后面要种菩萨 你种菩萨的时候 你现在种的那一刹那之间 不是一下子就看到了菩萨 没有那么坏的 可是你买菩萨的那个种子 种下去的时候 注意听 种子就包有菩萨的所有 开花结果的功能 种子啊 那一小小粒的种子 你种下去了 可能呢 我也知道 德国听说呢 一年有三四个月都是雪季啊 有时候天气变化很大 可是你种下去那一刹呢 菩萨还没有长出来的 可是你不要忽略了 种子种下去那一刹 种子就包含着 开花结果的过程 以及最后 菩萨所有菩萨的成果 所以种子是不可以忽视的 假如你现在没有买种子 那你看看 你说等 菩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第二个 你再种种子的动作 你还要常常三五五十的去看看啊 除草啊 浇肥啊 对不对 还有不要被虫咬啊 对不对 或是呢 动物呢过来呢 把那个根给拔掉啊 你要顾虑到这些 可能发生的各种 不必要的负面情况 这就像我们休息一期之间 可是当你种了菩萨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说三个月以后 或是四个月以后 我不知道要不要种这五九 可能三个月 就以三个月来讲 你为什么这三个月你心很安呢 因为三个月以后你会丰收嘛 也就是说 你按照因缘果去努力 你不会说我种菩萨 跑出来会变西瓜嘛 对不对 不会这些担忧 可是你在碰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很安心呢 答案是方向正确 你的过程全部是正确的 基俊福德资料就是这样 所以并不是说靠着坐下来 打坐虽然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六度波罗密 其中一个关键 但是光打坐是不会成佛的 它是要靠无量节的 掺除业障跟基俊福德资料 请看 五台三 为什么西藏人医生 都不会去享受 他要修四家型大礼拜 因为他知道 我这样可以参图很多的恶业 透过身口里的大礼拜 你看西藏人 为什么都要去转经轮 其实老实说 以物质的角度来讲 西藏在社会的物质文明 其实是很落后的 他也没有什么享受 也没有电视 现在年轻人稳一点 可是也因为他物质文明比较差 所以他世间的诱惑跟打断你这些杂染的恶缘就少了 所以他们可以专心休息 西藏人也是很有善根的 对不对 就算他是文盲 可是他一辈子可能会念一亿变三亿变六字大宏宙 文盲那边没有念 那来生他可能升天 来生可能能到五百官 来生他也可能做尊贵的僧众 所以西藏人非常的虔诚 那接下来你看 印度菩提加园的大法会 为什么全世界西藏人 东方人西方人 将近有一万人法 一万人要挤到菩提加园 去广修共养呢 因为人生 其实你仔细想 其实来的时候 是空空的一个人来 赤裸裸的来 走的时候也是赤裸裸的走 你身上的钻戒戒指 但是最高级的念珠 没有一条是可以带走的 可是问题是什么 我们不这样想 还有我们想以后会害怕 还有我们想了以后 不一定去真实接受 接下来你看 印度菩提加园 当时师父共等 广修共养 花曼大年初一的时候 全部的国刊 全部是五共养的 下面是别人共养 接下来你看 为什么西藏人 在生的时候愿意出钱 然后呢 共养三宝 还有建佛塔 这是八大佛罗的舍利塔 在印度智慧里 就是趁着我们这一生的时候 透过教育 文化 慈善事业 不持正法 救去贫穷的人 所以当你继续资良的时候 你应该感恩 为什么 因为我还有这个机会 让你来奉献跟服务 好 接下来再看 恭敬心跟悲下心 这两个并不难 所谓恭敬心 就是对一切的众生 你要虔诚恭敬 不是只有对师父 对莲友 对一切人都前诚成功敬 第二个就是 见贤思其焉的心 就是我们中国玩讲 这个所谓的 成圣成贤 比如说在儒家 为什么呢 我们要读 孔老夫子的传记 或孟子的这个著作 或是我们要读四书 事实上孟子 并没有见过孔子 他们时代 孔子跟孟子的时代 是离很远 可是孟子是读到孔子的书 被他的那个思想 跟那种所谓 中述之道感动 所以他自称为 是师俗弟子 所谓师俗弟子就是说 我以他所走过的真理 一样继续的弘扬 所以你中国叫 见贤思其焉的心 那悲伤的心就是说 在我们还没有出轮回之前 还没有正阿罗汉国之前 圣人 我们在六道轮回中 其实我们也做过 很多好事也很多坏事 所以我们常常要有 忏悔的心跟忏悔的心 所以我常说 没有正阿罗汉国之前 谁都不要吵笑谁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是很丑陋的 心中充满贪嗔痴 所以恭敬跟卑下的心 第三个 无杂乱的心 就是专注的心 英文叫 focus and concentration 而且你要随时提起 正念正知的心 正念分明的心 叫 mindfulness and awareness 我先要提醒你 虽然在英文里面 正念正知 翻成 mindfulness跟awareness 但是 在不同的经论 对这两个词的警示 是不同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叫恭敬的心 对不对 这个人他很虔诚的 在家里拜伯 他拜伯的那一场 不管他看得到 都看不到 阿密伯伯就出现了 所以 古前十大院的第一院 礼敬诸佛 就是讲恭敬的心 跟谦卑的心 对不对 我们再到基督教 你可能只是 脚跪下来 然后呢 对上帝搞到 然后呢 做十字架的动作 然后说阿们 可是佛教徒不是 佛教徒是 要五体斗地的礼拜 还是像藏传佛教上 趴下去 五体斗地的礼拜 为什么 折服你的傲慢 和这个 我见 所以提借你 恭敬的心 跟谦卑的心 接下来 这是 所谓的 这个 无杂乱的心 无杂乱的心 你是要转闻 你的迷惑 成为智慧 看看这位南川的比丘 看图片 他打坐的时候 他也是会望面纷飞的 他会想 哎呀 打坐很辛苦 腰酸 肺痛 如果躺下来 是多么舒服呢 他也会啊 有很多妄念 我为什么要放弃 世间的十一柱形 而出家做生结呢 目的 他是想把一生 所有 深口意的疑惑 转为智慧 因此 清净心 是禅定的根本 那因此在 藏传佛教里面 也叫 卷助心 那我把它浓缩 请看 这是补充的资料 讲大灰心 这十个心 都会经过这四个阶段 请你自己操 讲 第一个 知识的阶段 跟概念的阶段 比如说 我要空观啊 我要观一切法 都会变化融场 可是刚开始 只是知识跟概念 knowledge or concept 第二个 如果你每天就去实修 你每天做固定的功课 慢慢慢慢慢慢的 你心里就会产生 有一些觉受或经验 叫mental experience 有时候你念过的时候 突然觉得心很清凉 有时候念的时候 心还是很乱 没有关系 继续念 第三个 慢慢的 不但在佛堂里面 你很亲近 走出佛堂的时候 看到呢 shopping mall的街道啊 或是跟人家交谈的时候 你的念头啊 还是很清准的 叫正念正知 就是中国讲 行住坐末 他心都安在常当中 其实这个还会变 这个只是普通的功夫 真正的功夫 是要到什么呢 你自己在白天跟晚上 所有睡梦当中 你连自己的念头都能控制 就会定入第四个阶段 enlightenment 那在节目的阶段 有分为初中高 有升起 所以在大波日经里面说 菩萨真正清净的时候 他连白天呢 都不伤害众生 连晚上啊 他的恶念呢 都不会升起的 也就是说他晚上啊 都不会做呢 不轻轻的念头 举一个例子 师父跟各位分享 比如说你白天 你告诉自己持戒 我要控制自己 我要守戒律很好 可是晚上啊 去做梦梦到呢 跑到人家家里偷东西 还哈哈大声 哎呀我终于偷到了 那表示呢 其实你贪心跟偷道心很强 只是在白天啊 没有机会让你偷 可是在梦中的时候 潜意识深情的时候 其实你偷道的心 是非常的强烈的 这个要忏悔 表示你恶念还是很强 可是真正菩萨是 白天的当中 他不会做杀到阴望久的事 连梦中啊 他的念头都是精进的 这个才能进入到 觉悟的这个阶段 那结果里面 有时候你会发现 无论在家出家 忙的时候 你的功夫也会退 假如你这个 你也很精进的话 你的功夫也会进步 尤其是在哪里 在西藏人讲 短期闭关的时候 比如说三个月闭关 或两个月闭关 或半年闭关 最长的是三年三个月闭关 而我们在大书佛法里面 虽然办了很多教育 文化慈善活动 我觉得都很好 但是有一个比较差 我们从来不太去鼓励人 做短期式的闭关 大书佛教徒啊 做慈善事业 六度波罗蜜啊 教育文化事业 都很发心 可是做完了都很累 其实藏传佛教 觉得这个都很好 但最出胜的呢 应该是进入 三年三个月的闭关 否则呢 你今生啊 是不太容易啊 真的有很高的准备 那当然 一下三年三个月 对很多人来讲 顺大的挑战 第一个就是放不下家 第二个放不下自己的工作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从短期的 一个月或半个月 慢慢开始 那自己做不到 你可以从三天五天 或是从中休二日 礼拜六礼拜天 不要出去 自己在家里的佛堂 开始做禅修跟闭关 这是很好的 所以因此在九住心里面 把我们的心分成三个 第一个万马崩崩的瀑布 第二个平流 平原上流动的河水 刚开始流得很快 慢慢流动得很慢 到最后细水长流 到最后变成无锅的大海 当你到无锅的大海的时候 听好 过去 现在 未来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 因为都是你的心所反射的 所以你怎么知道 你的过去是呢 当你心很宁静的时候 你会知道你的过去是 因为你过去的事的记忆 就像那个什么 你所有的录影机一样 像现在录影 全程录影 所有好多快的录影 都会记得 第二个 因为过去的 以及今生手机的 善跟福的音源 所以来世会如何呢 它会像电影一样显现的 但是这要很精进 接下来再看第九个 跟第十个 请看 无剑取心 所谓无剑取心 注意听 不是说我没有见地 而是不坚持某一种特定的见解 举个例子 不要那么固执 心开朗一点 宽阔一点 我们有时候会固执 我现在表演给你看 今天这是我要讲 专心听 我一定会赶快把它讲完 看师傅 现在讲义有四个讲 折起来 A B C D 什么叫固执 就是A B C D 你在看一张试的时候 你都会坚持你认为对的一讲 就一直说是这个 一直说这个 一直说这个 这叫做固执的心 表示你有很强烈的见取心 见是看见 见地的见 取呢 就是很直夺地认为自己对 讲无见取心的意思是说 你看啊 这张纸事实上有A B C D 四个讲 注意看 靠这边线的这两个脚比较平凡 可是看翻师傅翻讲义的 翻到现在 我另外的脚就松松的 可是我们看事情的时候 常常是在看到 说不说 不知道 也不说 对不对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我现在给你看闹钟 师傅这样测拿 请问闹钟是什么颜色呢 当然是一半黑色是颜色的 可是我们看到的时候 你说师傅黑的 其实颜色你看到了没有 你看到了 但是你不想讲 这叫见取心 我们轮回里面都是这样 都是挑自己喜欢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吵架绝对没有好话 都是别人错 我没有错 其实你真的没错吗 你说没错的话 你就不会跟人家吵架了 这就是你有生生世世 很坚固的见取心 所以不要认为自己完全是对的 那现在有个问题 那不要认为自己完全对 是不是自己的 就呆单没有智慧 不是 而是要学方法 以菩萨或是阿罗话 或是佛陀 圣人的角度来 来改变自己的想法 我再讲一遍 A B C D 我举一个例子 你不要介意 我们现在 法会师傅很高兴 我待会有说感谢的话 我来德国呢 其实也来了三个星期 三场的演讲 我一见了很多人 那你说请问 你怎么知道 这个法会的资讯呢 当然有人看报纸 有人呢 是看E-mail 有人呢 是通过 人有打电话给他 其实这三个方法 还有第四个 其他的方法都重要 可是假如你有见取的心 你就一认为说 我们就一定要跟报纸 其他都不要做 其实这是你的固执 因为有些人就习惯看E-mail 这呢 你就会一直重复 你认为你自己做的 那其实你认为自己对 其实答案不一定对 为什么 因为三个方法 都有它的功效 这样了解吗 那假如你真的很细心的 看到自己的念头的话 你就会知道 其实每个念头里面 你都有自己很强烈的固执 那你会说 师傅这样没有固执的话 是不是代表 这个人呆呆 没有见解呢 比如说在学校 老师就会问你 What is your appearance? 不是 这一天你写下来 有强烈见取心的时候 你身心会很激动 真正有见解的人 菩萨跟阿磨汉跟佛 还是有见解 但他的心是很明镜的 也就是说 我们常常讲 不是不可以讲理 你可以心平即合地 跟人家讲理 而不是呢 心非常激动 或者是称心 然后去跟人家讲理 也就是说 你可以跟人家沟通 讲道理 但是你的心 是激动的呢 还是平静的 假如是激动的话 那就是有强烈的见取心 如果是平静的话 就叫做无见取心 这个有点难懂 慢慢去体会 待会给各位看图片 第二个 最后一个 无上无敌心 就是完全要先学着 无私利他的心 还有无回馈的心 我们和沃尔波罗咪 已经讲 无所求的心 现在问题又来 可是你会发现 这样的 虽然是很正确 但是跟我们呢 生活的环境 是完全冲突的 举个例子 我们呢 去7-11买东西 我们第一个就要先想 这是多少钱 要找对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在公司行号 去谈一个很大的project 第一个都会说 请问我这个project 年度可以得到什么利益 我投资多少 然后我经过多少的员工 然后卖出去得到多少 我一定会算年度的利益 对不对 我们认为正当 但是佛陀告诉你 就是你因为深深 都是讲利益 所以你冲不了路腿 为什么呢 因为利益 你有能所 我有一个 我能赚钱的人 所 我 赚到的内容 有多少 所以佛教里面 第一个告诉我们 无私利他的心 我们人都有私心 一定有 没有在阿罗汉国之前都有 只是你是为众生多 还是为自己少 对不对 甚至我常常不太喜欢这句话 中国人那句话 人不为己 天诛地念 其实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谁说的 可是我们常常华人都会一些顺口丢 找一些理由 这样念过去 其实呢 他也不知道 什么叫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什么叫天诛地面 其实他也不去想 那反过来 请问 那真正 无私利他的人呢 就 没有存在吗 有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香港最有名的首富是谁 李嘉诚 对 当然他也有福报 可能也有那位顶嘴说 师父就是他因为有钱啊 所以他才可以这样讲 不 他就讲 真正的福报是你得到的越多 你部识更多 他一生也是前程的佛教主 听说了 但是呢 他对其他宗教都慈善事业 他是右手来左手去的 可是一般人不相信 李嘉诚一生部识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成功 为什么他有成功的条件 答案是无私利他的心 你看佛陀 佛陀生生世世来 大陪观世音菩萨生生世世救助动身 观世音菩萨就会没有说 不要画个金牌给我 观世音菩萨跟佛陀是真正做到无私利他 所以他是圣者是佛陀 我们要你相信而去学 第二个 无回馈心 我们常常讲 我帮你 你就应该帮我 错 这还是世俗的心 而真正佛教徒应该什么 我不要违惠的心 譬如我帮你 我应该很感谢 你不帮我 那是应该的啊 你为什么要一定别人要帮你呢 可是假如人家帮你的话 你要感恩 这是我的福气 这样你就不会有 有所期待的心 为什么 期待越大的时候 你失望就会越大 所以为了对峙你有强烈的期待 所以佛陀告诉你 无所求的心 注意听 无所求的心也不可以解释说 好了 师父无所求的心 那我就不要发菩提心了 这个叫错误 你理解错误 还是要发菩提心 可是你心中不要有求回馈的心 举一个例子 金刚经 佛陀里面就做得到 释迪迪佛发愿 深深适适度 无量的众生 可是他的心中 却没有一个炫耀的说 我有多少众生得住啊 有不对 好 所以这个才叫做 无所求的心 这个很难 注意听 这是有点深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呢 并不适合对初学人讲 因为他以为是无所求的心 那我就没有因果报应啊 那我也不要诵经啊 那我也不要做功德 错这叫断剑 这是错的 请看一下 再回来 现在用头片解释了 什么叫无剑群的心 你看脚印 是不是特别找到 在南传的比丘 他在沙滩上走 你走过去就有一个脚印 可是你如果踩过去以后 你脚变黏住了 或陷住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往下走啊 所以其实实际说的 一步一脚印 是出自于华严经 佛陀说的 你看这个南传的比丘 他一个脚印走过去 他有他的见地啊 可是他走完了以后呢 他就放下了 这叫做无剑曲心 了解吗 就像刚刚讲A B C D 所以有智慧的人应该是A B C D 四个角度看得清楚 然后哪一种状况下要用A 哪一种状况下用B 哪一种状况下用C 接下来无染灼心 对不对 你常常打坐 你的心就心静如止水 不然为什么你看到泰国 斯里兰卡 然后越南 很多的法师 一辈子都要花时间在打坐 那你会说 其实你就用眼睛看 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 我刚才说 眼睛看到的不疑是对啊 那你就说 你看大家假如都打坐的话 那这个社会是不是没有贡献 问题贡献有不同的层次 有物质的 有心灵的 有精神的 接下来再看无杂乱心 所谓无杂乱心是什么 你的心啊 没有很多风吹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片 点灯 如果是没有风的时候 就像现在 对不对 你会发觉 那香烟的烟是直直的 那无杂乱心的时候呢 就像我们点的灯啊 灯是直直的 如果它有风的时候 它会摇晃 那同样的 我们常常在五月六成里面 干扰我们的心 恶缘跟恶念跟恶因是很多 所以我们很不容易做到 我们砸乱心 再来看 无见取心 有另外一个意思 门要打开 心也要敞开 我觉得很多的佛教徒是 门打开 但是心是关着的 你也很认真在学佛法 可是你的心 却不愿意去学习 佛陀说 法门无量是任学 当然学习当中有不同的阶段 也牵涉到每个人的规划 以及灵力 可是我现在要讲的事情 看法门店 只有你窗户打开的时候 外面的空气才会进来 你窗户打开的时候 外面的太阳光才会照进来 假如你把窗户也关了 窗户也拉起来的话 那什么东西都进不来 是不是呢 就算佛菩萨坐在你面前 跟你讲过去现在未来 你也会相信 你还会说 你是真正的关心于补上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 心要安住在正法的船上 佛法身三宝其实都很重要 其实最重要的是法 因为法才会让我们 从轮回得到解脱 佛出世了 所以他讲正法 那现在佛灭度了 依如理如法的出家僧众 比丘 比丘你 我七众弟子 为众生讲经说法 所以你没有听到法的话 会误把人天善法 当菩萨道 请看这个男主人的比丘 他在一个无上品 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在这个 就是用奖在我建国 假如他没有平稳 很好的重心的话 那船就翻了 船翻了 他也会掉到海里 或是湖火里面 我们修行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如临深渊 如理夺兵 其实就像这样 你必须要安住在法 你在过这个湖跟海之间 你一定要工具 工具是什么呢 就是正法的舟船 最后看第十个 在三场演讲都讲 为利众生愿成佛 这个就是无私利他 无回馈 无所有的 无上品提心 可是现在 佛教徒不是这样 做个简单 做个简单 我发现到 很少的佛教徒 是做到无私利他 为什么 因为人一人在沟通 第一个问 我这样做 我有什么利益 那没有利益 你要不要做呢 假如没有利益 你有肯做的话 你是有善根的 因为利益是会变 你们现在来讲 德国 换成台币 每天欧元规律是会变 同样的 我们的心也是会变 因为心会是变的 所以 你没办法控制你自己心 可是假如 你这个人不计较利益 也不计较回馈 不管怎么样 你只会认为 对众生有利的 你尽心尽力做 你叫做成就 无上 奥诺多罗 上面有三国际的心 所以 同样是故事 为什么每个功德不一样 那 因此 讲这个十个心 其实就是要改变自己 你怎么知道 检查自己 我念大悲神咒 有没有用 举个例子 去年脾气很坏 现在念了一年以后 我脾气好一点 还是会有一点点生气 可是不常常发脾气了 那就是真正生气的力量 不管你念多少遍 以前看事情 都无理无睹 很急 现在我今年觉得 看事情 我有智慧了一点 对不对 心灵静多一点 然后我有耐心一点 那就是你真正修持有功夫 所以我常常说 不要跟别人比 要跟自己比 很惭愧的说 师父我学佛 26年 今年我出家24年 我也鼓励自己 每一年 每一个月都进步 所以菩萨到 你要改变自己 才会感动别人 当然感动别人 并不代表 你就立刻可以帮助别人 他要很多的条件 所以你的心 要学清静心 清静心 是六度 菩萨的根本 你假如心不清静 你是不可能感动别人 全天下 全世界呢 每一个人都一张嘴皮 都可以乱乱讲的 表里如鱼 讲得很漂亮的人 也很多 可是他还在 轮回里受苦 所以我会觉得 佛教徒 对于心念的观修 是很重要 他像细水长流 百川流归于大海一样 不要太在乎人 别人怎么讲 你自己走对路了 好好的 不断地鼓励自己 所以遇到粮食 是有福报 同餐到有 要相互勉弃 否则 你若没有 这样坚定对法 对三宝的信心 人家讲几句话 你就容易动摇的 最后请看讲应 九十一页 清静平等的心 我讲完了 翻过来 慈悲洗手的心 至于怎么修持呢 在九十二页 我已经讲了 就是要三种力量 从九十二页到九十三页 请你自己看 那个并不难 我现在要讲 补充一段 给我十分钟 今天早上 今天讲经可以早一点 到一个站中 我们讲完的时候就回下来 好 那假如你知道了前面的生命的意义 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 你也觉得宗教对你很重要 你愿意花时间去学习佛法 学行菩萨道 那有一个问题来了 当这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请问你要去哪里 这是今天我要讲的 大乘静佛佛图 补充资料 这在讲应里面没有 在一家 阿弥陀佛四十八 但愿我有讲 请专心听 第一个 净土法 不是只有西方极乐世界 严格说应该叫 大乘 净佛 佛图 就像 佛光山修人间净土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 对净土是误会的 以为说 不是释迦牧丽佛净土 我不修才 我也不修西方极乐净土 讲这句话好像 它很高 好像自己修得很好 不是很高雅 或很高贵 其实错了 任何一个佛都要求净土法 它完整的叫大乘净土 佛图 请看 一 圆成佛道 二 专点净土 三 广度众生 这三个呢 是我自己的一点点浅见 我把所有的经过呢 把它弄策成三点 会比较好等 第一 每一个人啊 都要发愿 成就无双阿诺 都落三秒三不一 就像你现在在德国 假如你现在是租房子 有一天你读书 有一天你就会想 将来我要成家立业 你就开始会想 我要在哪一区啊 买什么房子 就像你苦口婆心的 你要去算 你赚多少钱 每个月开销 以我贷款 我要贷二十年 我很想买一栋房子 这个比喻就是叫 原成佛道 比如我们发明 我们要成佛 就像一个广大的墓廟 一样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那请问你买的房子呢 然后呢 经过呢 第一个同期款 你付了 接下来仲介公司就会告诉你 送给你一个钥匙 Congratulations 你终于为这批 这个钥匙 就一辈子要做牛做马 当然你就很高兴了 你告诉你的好朋友 你的家人 亲朋好友 大家帮助你啊 全部把东西都搬进来 对不对 搬进来你就会想 布置一个客厅 好那你就会想 你要布置你的客厅 请问你要用什么style 你可能用夏威夷风格 你可能也用巴黎岛风格 对不对 搞不好很多年轻人喜欢IKEA style 对不对 IKEA 为什么 因为你要升到你 这个第一期投金款完了以后 你要搬家 你还多好钱去买家具 所以什么叫做净土 就像你用心布置你的客厅 那这个布置你的客厅 你也会变 可能那你今年呢 你觉得说我现在 哎呀夏天日日 我就布置了夏威夷风格 我巴黎岛风格 结果过了三年以后呢 有一次呢你到了英国隆敦 啊 Royal family 到了呢 假如像皇宫一样 你就觉得下一次我要布置的呢 是英国皇宫的风格 久过了七八年以后呢 你要到法国巴黎 就哎呀法国人太浪漫了 我要布置法国巴黎的风格 秀玛帮忙一下 南北北 好 换句话说 那请问 你布置净土 要做什么 注意听 你绝对不会一个呆呆的 一轮嘲在那边看电视 你一定会跟别人分享 欢迎你的爸爸好猫 欢迎你的亲朋好友 有时候你会来开派对 就算你跟朋友聊聊天 喝下午茶 所以净土啊 是给一切众生来享用的 第三个叫广路众生 就是你会真心 邀你的亲朋好友哦 来安排聚会 所以净佛国土啊 其实是修这三个法 就算你修人间净土 也是这三个法 这三个重点 比如说 你现在在人间行菩萨道 你希望要见到观世音菩萨 或现在将来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你希望见到弥勒菩萨 那你也是要发愿先成佛 你也要发愿 你将来成佛的时候 你的净土如何 所以阿弥陀佛应地的时候 在他的老师世间自在 往无人面前发什么愿 发四十八大愿 你一定会想 我成佛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净土有什么好处啊 对不对 像有些人就会发愿 开车三次太麻烦 我成佛的时候 所有的众生都做大宝灵花 十方佛国土来去是自由的 那你就会发愿 你会在老师面前发愿 接下来你发了愿 就会去做 将来庄严净土 就会满你广度众生的功德 所以请这套背起来 假如在佛学院考试的话 这一题是一定考的 什么叫大乘净佛国土 一 成就无上的佛道 complete your Buddha good 第二个 中年净土 like design your own pure land 你要设计你自己的净土 第三个 广度众生 benethe all sentry be in the university 那时候你会发愿 十方所有的佛国土啊 都能够来参观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有片共诸佛愿 他的悲愿就是从这里来的 好 接下来 那你若是修了观音法门 接下来就看 第一个 你可以尋身极乐世界 请看 阿弥陀佛临终皆宜 你可以到极乐世界 继续参学 有粮食亦友好环境 那你也会看到 阿弥陀佛光中化佛无数益 当你登到八地 不动地的菩萨的时候 一样你可以到十方佛国土 去度你过去 现在未来的经常好友 所以你度众生不用挤 你现在或许你觉得 你先生很难度 你的小孩只会担心 读书 工作 成家立业 或许他不像你这么虔诚 甚至他可能做 基督族间的教徒 没有关系 他总比什么都不幸好 对不对 他有好的精神生命 到了极乐世界 零花化身 你正到八地 跟不动地的菩萨 看到正中间 他是在家的大菩萨 受菩萨界 当八地跟七地 不动地的时候 阿弥陀佛经教阿毕八字的时候 十方佛国土 你都可以千百亿化身去的 接下来建国的时候 当然阿弥陀佛出现的时候 他是没有次序的 他一出现就出现 不过现在用幻灯片 十五分三章让你看 你命中断气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会看到 昔日东升的 像夕阳西下的太阳 接下来阿弥陀佛就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你心清静新生就可以建国 接下阿弥陀佛就会说 善男子善女人 以你多生多劫的功德力 我现在来接应你 所以你就会从六道轮回里面 就近的解脱 无意大事就是这样 你命中时 他讲悲心交集 他就是看到佛来接你 答案是什么 让你性愿行 多生多劫秀 接下来 你虽然见到佛 但是也不要执着佛是真实的 他像彩虹一般 接下来 假如你 刚才讲 你可以求大乘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是净土宗 日本的净土真宗 新有真宗有一个很有趣的 叫回首阿弥陀 就是临命中 有些人 他也没听经 人家跟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就加紧念 可是他心还是放不下 所以他想求真极乐世界的时候 心会混乱 会受干扰 搞不好 亲人还会喊 巴巴 这样子 他心放不下 他水巴还是念佛 大家帮他度念 所以阿弥陀佛在接应的时候 常常会回头看一下 你念没有跟上来 这是日本人的发明 只有日本佛叫 回首阿弥陀 在日本的永观堂 代表阿弥陀佛在临终接应的时候 都会互念众生 心不要散乱 接下来 山月阿弥陀 上次介绍过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被山穿越 接下来 假如你说 我不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很好 那我要去东方药师净土 也可以 念药师经 念药师咒 药师有莲词海会 有十二大药叉 有日光月光片照 你到药师佛净土 也会继续可以学佛法 请看新加坡最有名的 悟果净塔寺 非常了不起 是日本的雕像 日光菩萨 月光片照菩萨 到药师净土 你也可以继续学佛法 接下来 看日本的国宝 药师七佛 以两大阿萨 它是用青铜所标的 然后呢 药师佛的背后 也可以放 光中化为药师七佛 接下来 假如你说 哎呀 药师佛跟阿弥陀佛 我都没有什么缘 我想去见世交摩尼国 可以 印度菩提加盐 来自于向中国 迁华台上 如舍纳国 这是报声国 杭州 晋慈寺 南平网州 这是报声国 然后坐在千华台上 如舍纳国 释迦牟尼国 这是用青铜雕的 那中国 云刚石窟的释迦牟尼国 来自于向韩国 石窟安 以中国的造型 而念释迦牟尼国 来自于向 台湾 中台山的大殿 其实它就是 韩国的国宝 传说这个寺庙 韩国国宝是在石窟安 在郊区 我是没有看过 没有去过 我看过很多书 它按照污水 在农历正月初一的时候 太阳光升起的时候 第一道国光会照到佛的脸 有点像埃及经这两个设计 然后身上会反射光 所有人半夜 小一点开始念大方 某国华严经 非常地伴 然后后来台湾的中台禅师 参观很多道场 依这个 然后呢 在做不同的变化 所以中台禅师的大殿 就是雕塞加牟尼佛 背后有光中化佛 你看 它雕塞的是南传的袈裟 可是它的造像 却是大臣非常的圆满 这是报生佛 旁边有光中化 所以假如你念法华经 你想要像智者大师一样 求生临山会上 你也会见到释迦牟尼佛 好 接下来再看 假如你是东壁 东壁呢 他们念的是大日五来昼 毗卢遮纳的净土 你也可以求生菩萨的净土 文书普贤观音地藏 讲文书菩萨 有文书菩萨的净土 显教密教都有净土 那在他的净土 以中国四大名山来讲 就是在五来山 还有一万菩萨会围绕 假如你要出身 弥勒菩萨净土也很好 所以也不要轻易地去批评 天道一贯道的联友 他们拜弥勒菩萨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呢 有缘的众生 还是会见到弥勒菩萨 第三个 如果你念六字大名众 观世音菩萨不但在西方极乐世界 在十方佛国主 四壁观音也有四壁观音的净土 南海菩萨观世音 也有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所以你要见到释迦牟尼 菩萨的话就像佛这样大转法 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 你都有机会见到 好 假如 现在讲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里面 他们也修极乐净土 穷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筑 那西藏佛教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那真正的阿弥陀佛 藏传佛教里面叫红光身 这身体像彩虹是透明一般 这是呢 大称跟金刚称 空性的观想 这是很重要的 不像我们前面 前面呢 这个是杨英峰标的 善财冬子五十三参 他是用横 应该是用铜烧的吧 或是铁烧的 非常庄严 可是那是以照相 不管木雕石雕瓷器 你都要观察 他是彩虹透明一般 最后 极乐净土有八大菩萨 跟东方药师净土 也有八大菩萨 菩萨跟菩萨之间 不会讲信 菩萨在灵命中的时候 他会看到你过去现在未来 假如你发愿 现在要去极乐世界 八大菩萨 就会送你去极乐世界 假如你发愿要去 东方药师净土 八大菩萨就会送你去 看那张图片 阿弥陀佛的这个堂卡 下面有个阿弥陀佛化身佛 在云端接一个出家人 西藏的一个拉玛 或者波剑 他发愿出生极乐境地 他就会看到 阿弥陀佛中间的爆身佛 跟八大菩萨都会接你他 好 这是我刚才要解释 主冲的 好 看一下九十二页 修持的方法 就是你除了诵经念经之外 你还要加上这个十色 十色就是你共能够的 自己的能力 共香花灯果 列个意变 就是要用了所缘力去观想 第三要禅令力 三魅力 透过心量 透过心量观想跟发愿 你就圆满功德 至于九十二页到九十三页 修观音法 你可以拜观音 念观音菩萨 或念经 或念圣号 请你自己看 最后我讲参考书目 在参考书目 从九十三页到九十七页里面 我推荐三本书 它有很多种 你自己看 请看九十五页 编号十五 十七 跟十九 这三本 因为书非常多 我想关心菩萨的大悲功德 例如广大 第一本 叫做观音小百科 是严肃会所编的台湾 相处理书本 这个是讲佛教的图像 跟Q&A 一个问题 然后两页回答 我觉得对于图像 有兴趣的人可以上 第二个讲教义 显教跟密教的 那是第十七 编号南淮景先生的 观音法文 观音菩萨也观音法文 这本书非常好 是台湾 老古出版社 有大称的法师开示 也有金刚称的人波界 包含其实的共和伯伯 若纳祖师都有很好的开示 第三个是你学术的角度 假如你对学术演变 有兴趣的话 是由一个叫余君方 女居士 这位女居士一辈子都拜官 是一菩萨 他住在美国 曾经飙到台湾来古法过 然后他有一本《观音》 他花了十年才写的这本《观音》的书》 最后由法谷出版社 透过很多人正式授权 把它翻译成中文 标题叫《观音菩萨中国化》的语辩 这是对学术参考 图像啊 眼辩啊 还有考证都非常详细的 可能有人喜欢学术性的 第十九是非常好的 好 最后我要讲几句话 我们今天反馈就圆满 首先师父真的很感谢 感谢三宝 也要感谢很多很多的灵友 那三四年前呢 就有这样的语言 所以今年德国的红法 今天是最后一天 虽然柏林呢 三天我变成两天 不过我也觉得也很好 我相信昨天你们应该拜仗很开心 那昨天呢 我休息一下我也很欢喜 那成立一个法会 实在要很多很多的语言 不管直接或间接 从都市董 到汉堡到柏林 那今天反馈是最后的圆满 那在这间当中 要喊谢谢汉堡读书会 跟布兰缘学博会 也没有想到你们的照片呢 是在这些话 这个实在也没有加 那因为有两三年 大家看DVN 我相互的鼓励 像兄弟姐妹一样 才会成立这个学博会 所以要感谢汉堡的 正式的静观学博会 感谢彩云全家 秀满全家 还有很多很多联友 我们帮忙一一的念 师父才要 真的 我们真的很感谢 这是你们家的夜照片 那当然呢 你也会发现 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很忙 那毕竟反馈我们圆满的 那将来也要感谢云堡 全程帮忙录影 将来会上网 甚至我发愿在欧洲 或德国会人通DVD 因为我深深觉得 现在不来听经的人 并不代表他不想学佛 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因为师父从2002年回国 到台湾宏法建立经社 这十年经过 在全世界到处各地方 见了很多人 也很惭愧地帮助了很多人 然后呢 我深深觉得 全球的人压力都很大 工作的时候 也有生活的压力 很多很多情绪的问题 可是他不来 并不代表他学习佛法 既然我们发了菩提心 我为了利益众生愿成佛 我们感谢释迦摩尼佛 我们其实应该用不同的方法 去帮助他 其实网络的DVD只是工具 起码他能够在家里学习佛法 可是真正你必须要开悟 你必须要拜老师的 我自己有大乘的老师 也有金刚乘的老师 佛法它不会只是带文字 金刚经有三层 文字波人 观照波人 跟实相波人 就像今天编的讲义 这些都是法 文字有它的力量 可是第二个 你要在心里面 身口意里面 慢慢去调伏你的心 你才会有转动力量 否则你讲的读读经 参加法会 拜拜佛 其实老师说 那只是节节缘而已 你还会继续轮回 轮回里面呢 你若没有法的功德 你一样还是要面临生老病死 成家 毕业 结婚 生子 其实人生是很苦短的 来生你会不会做人 其实很多人不一定有把握的 最后 当生命结束的时候 就要看你的愿令 你可以见弥勒菩萨 你也可以见 释迦摩尼佛 你也可以见 东方药师佛 你最后呢 也可以去见西方阿弥陀佛 在十方福国土里面呢 师父自己呢 是跟西方极乐世界最好人的 所以在新加坡去七年的当中 十四次 我讲过 薛迦摩尼佛 也讲过 梅勒菩萨 也讲过 阿弥陀佛 文书 梅勒菩 观音 地藏 这四个大菩萨 都介绍过 所以 我是学很多的法文 但是我的愿望 最后是求生极乐境界 西方极乐境土 因为极乐境土 是跟我最有缘的 那当你发愿 正道八地 不动地菩萨的时候 你不要怕 众生度不了 因为那时候是大菩萨 你是过去 现在 未来 现在你只能随缘度众生 众生其实有时候 也是很不好度 在你度众生当中 你只能永远 保佑菩萨界的心 永远把 因缘提供给他 像在菩萨界里面说 你把好的佛法资源 告诉他 BVD送给他 但是佛教 你不要去强迫他 因为生命 是他自己的选择 最后 生命很苦胆 只是要 精进 精进 再精进 因为 其实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二十四小时 可是二十四小时 我们做什么呢 每一个人 他的音缘是不一样的 所以 希望大家 就说 不管是 你听了多少的经论 其实 你都应该要 好好的去 再精进 因为 生命是 掌握在 你的手掌里面的 好 最后 那我们一起念 极乐世界的将人 请看 第六十九页 很高兴 我亲自找到了 红衣大师 亲笔所写的 在新加坡 有一个叫 詹补院 在迭浪区 你可以记下来 叫詹补院 是红衣大师 一生 他清高亮节 他在东南亚 跟华人的世界里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不管是在世间的 艺术跟文学 或是在佛门里面 戒律 或修持 或讲华言经 或讲净土法门 或是讲地藏法门 没有一个不赞叹 红衣大师的 所以在新加坡 有一个叫詹补院 我亲自参观过 有红衣大师赐血 而写的血经 当时红衣大师 跟新加坡 有一个叫 广恰老和尚 非常有的人 所以他一生 很多的字画 跟末法 大概有三分之一 甚至到二分之一 都给了 广恰老和尚 那广恰老和尚 往生之前 他建了一个詹补院 有新加坡 的佛教团体 以及国家的政府 把他正式的经营 很大 然后师父亲自看过 他亲笔写的 就是这个 极乐净土法院文 我也看过 冯一大师 写的字 以及也看过 映光大师 映光大师一生 写的字并不多 映光大师 金谷中的 一代高僧 传说是 大士之菩萨再来 我看过他 亲笔写的 两三幅对联 现在元基 也保在新加坡 被视为佛宝的 好 那我们就念 极乐净土法院文 不但是这场 我们广大的回向 也希望我们 德国三场的 弧法 一起回向 好 请合掌 或是拿着金本 跟着师父 一起念 念的时候 请观想 阿弥陀佛 在前面 西方三圣 在前面 无量的佛菩萨 在前面 所有的众生 都围绕着 在你 愿一切的众生 都早就听到 佛法来成佛 好 跟我一起念 愿我淋欲命中时 一起念 愿我淋欲命中时 敬主一切诸藏爱 念见彼佛阿弥陀 吉德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佛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慧贤清净 我始于圣连华生 清赌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福一记 弄彼如来又记彼 化身无数百巨之 赐利广大便十方 鼓励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几叶烦恼静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就尽恒无尽 我此苦贤殊胜行 无便圣福皆违向 苦愿成立诸众生 树马无量光佛灿 愿今礼佛发愿 修实功德 为师有情 四恩总报 三有其知 法界众生 同源总治 好 各位内容 大家午安 好 请看婚更片 那今天是讲座最后一天 所以带各位拧登于发愿 那在没有讲解 还没有正式做之前 我先讲解一下 为什么要点灯 以及点灯的功德 跟它的程序 各位可以放心中 先听 我们来这里 花了这么多日间 学习风法 动员了很多人力资源 目的是什么 为利益众生 愿成佛 那在成佛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升起 广大的功德 参除无量的恶业 那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广大的功德 可是在所有功德里面 最容易也最简单的 以南传 北传 藏传为说 就是点灯 请各位翻开72页 你的讲义 后面灯可以再亮一点点 不然他们看得到 好 谢谢 那这是这个位的 巴比较尊者 跟他的两个弟子 现在各位点了这个灯呢 它有很多特殊的意义 先说一下西藏阿比较 各位可以看到 它图片的右手边 有个设立塔 里面呢 它放了一颗 释迦摩尼佛的设立子 那在西藏游牧民族的时候 它起的时候 只要它升起恶念 它就立刻往停下来 对着塔向右旋转 然后对着塔那个领拜 那我先说它的故事 大概在上传佛教 七八世纪的时候 传到西藏 有莲花生大士 把佛法传到西藏 成为前后世纪 佛法曾经很兴盛 那经过了两三百年以后 古今西藏也出现了 像中国所谓的三五之祸 就是新道教或民间宗教的毁坏佛法 在这个毁坏佛法的过程中 西藏前期有一百年是黑暗的 也就是说 它没有佛法 也没有寺庙 也没有僧众 那这个时候 西藏的国王觉得很担忧 因为众生造了很多恶业 所以他就离请 阿比较村政进入西藏 叫做后宫时期 那时候国王派了五五百万 用了最好的黄金跟各种的东西 供养阿比辖 可是阿比辖村政 这是我在拍的舞台山 阿比辖的雕像 可是 阿比辖村政当时 他是印度 东印度纳曼图斯的住持 跟他学佛法 大概有一万多位的僧众 然后有非常了不起的老师 都有三千多人 那他是住持 可是他的弟子舍不得 他说 师父啊 你还是不要去西藏吧 西藏是蛮荒的地方 你去的话呢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希望你留在印度 这时候 因为西藏人求法很虔诚 然后阿比辖村政很难为 因为他很想去 可是他的弟子却不让他去 这时候呢 他就什么 拜观世音菩萨 他的本尊是路 也是观世音菩萨化身 他就很简单的礼拜 然后修法 周焰经济 三天呢 再见 结果观世音菩萨出现了 出现了以后呢 他就问观世音菩萨 你觉得我应该去西藏吗 观世音菩萨说 你怎么问我 应该问你自己啊 他说你是观世音菩萨 你知道过去 现在 未来啊 我当然 有什么样子疫情里啊 而且这样的决定呢 对于众生 跟对死而纳乱妥刺 或者对西藏是很大的决定 最后观世音菩萨跟他说 此去 你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但是西藏的人呢 本身有众数叫广播 就像我们民间宗教像这样的一样 他们因为嫉妒心会害你 所以会在屁股里下毒物 而且会公益回报你 那你利益众生的功德 是广大无边的 但是呢 你会减少说明十年 那你自己想一想 你要不要去吧 然后观世音菩萨就消失了 消失以后 阿提香君子就想 我是一个出家人 虽然我是弘扬国法利益众生 那是我的责任 那人早死晚死 都应该会过世的 十年其实在文贵中 只是一两秒钟而已 所以他就决定出动了 他决定出动以后呢 他要离开的时候 那他的弟子说 师父你去 我也去 就一群浩浩荡荡进入西藏 那当时西藏啊 是蛮荒时代 人家不知道正法 也没有寺庙 什么都被摧毁 就像历史的这个战争浩劫一样 所有都毁 那很多破旧的寺庙 所以阿提香君子就带着十八位的弟子 每到一个旧的寺庙 就开始发今天 我们今天要唱的点灯祈愿文 那这点灯祈愿文是非常吉祥 请看下一张 由尊贵的道法王亲自补取 然后呢 刚才入场前放给各位听的呢 是他的弟子 华人演唱的 所以尊贵的道法王呢 也在印度 每一次弗笛家也都会唱这个点灯祈愿文 我第一次到印度参加文房的课程的时候 我点个灯的时候 似乎也是很哭得稀里哗啦的 因为经文很感人 因此当时我发愿 将来我到全世界文化的时候 我因缘成熟 最后一场我都会点灯 希望能够以光明 带来所有众生的这个功德 无量的功德 其他 所以你广修供养 可以早上起码供一杯水 若你可以上面可以供一桶花 五千十大月要广修供养 然后你到了印度尼泊尔 你会看到很多藏人 都会花很多的钱 点灯 不管大展小展 目的是什么 点灯第一个 代表参除所有的恶业 第二代表点灯 心中的智慧光明 第三个代表你可以发愿 发愿呢 不管是出世间的愿望 像你希望家庭和乐 事业顺利 我也知道 景景很不景气 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有些人可能有忧郁症 不管他有来没有来 你都可以观想为他发愿 所以点灯是透过点灯与发愿 满你一切的心愿 因此在传统 从西藏的寺庙最后一顶年事 叫做马哈嘎拉大本会 就是年终最末祝福的时候 所有的达马都会诵经七天 然后最后一天他会拿哈嘎拉 然后点灯 至少要够香 还有灯 发愿彼香 接下来你看这个就是师父多年前 在尼波尔满愿达佛塔 就是连师所建的这个佛塔 我们再就点了十万斩油灯 老师各位各位说要用到台币三十万到五十万 然后我们点了三个小时 然后请所有的拉玛诵经而广修供养僧众 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 那我们商业经社在每一个礼拜六 共修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唱六支大名咒 然后点灯 待会儿会讲流程 所以我们在晚会的时候也会点灯 点灯都是不用钱 而且随喜供养的 好 这个是他点灯的功德 当时我刚刚在讲这个故事的同时 我也在想 假如有一个国家请我 而众生又能够得到广大的利益的时候 我也应该为了利益众生 放下自己的私人的立场 去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所以佛法要弘王是要有很多的怨心的 好 现在请看七十二页 我讲流程 第一个待会儿我会唱六支大名咒 会唱的请大声唱 然后是会用辣土点 然后请前面的两位 一个彩云 还有一个摄影的 你们两个就过来 那不要换另外一个 师姐 你跟彩云上来 前面第一个 然后 我唱六支大名咒 请你跟着大声唱 然后两个人上到讲台了 来 我点给你 点了以后呢 大家就去唱 那到了座位的时候 请不要站起来 就向右或向左跟向后点 然后这样全部点 等全部点好了以后 请你横在你的手上 然后我会看你七十二页会发愿文 我一句 我念一句 你跟着念一句 这时候发愿你就会观想 一盏灯 边三盏 三盏边七盏 边五亮五边 所以在七十三页 请看七十三页的第九行 第八行 欧恩便 阿罗阶 阿后 这个叫神变咒 也就是你一盏灯 可以变成这样子 左右三盏 前后变五盏 上下就变七盏 上右旋转 观想 所有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无亮五边的灯 那在这观想的同时 请你观想右边 是你的爸爸妈妈 亲朋好友 不管他暂时 又不暂时 又代表真道 左边 讲你是非的患徒 有八卦 欺负你的老板 欺负你的坏人 这都也有火星在左边 后边有无亮五边的众生 所以今天没有来的 其实你只要一盏灯 观想也会得到利益 接下来再看七十三页 唱颂的文 那唱颂文 我会放MP3 它有三遍 第一遍 因为你不会唱 请你听MP3 然后听师父跟MP3唱 这时候你就开始发愿 你可以发愿健康长寿 你可以发愿找到工作 你也希望你将来得到奖学金 你也希望你能试队去旅行 试出世间的愿望都好 但是请你多加一个愿望 最后一条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那在这个唱颂文里面 请看七十三页第十五行 愿与弥陀何为一 传统上 阿提侠他读 他也求成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在唱MP3的时候 愿与弥陀何为一 请各位先唱弥陀 那将来你自己共修的时候 你可以改成愿与观音何为一 愿与弥陀何为一 或以钥匙何为一 然后一直唱到七十四页 请看第四行 对不起 七十四页第三行 这个叫满愿咒 请你要看讲义 然后这个有什么好处 这时候你都是很在心肩的 也就是说你的心脏的部分 那请注意 这时候缓愿者 缓愿者向右旋转 慢慢 请问你的右边跟师父 刚刚好相反 知道吗 你的右边 你的右边 由向往上 你不用太紧张 你不用里面这样推 这样子 很多老婆才很紧张 那注意听 佛教向右旋转 代表正法 那那个世界没错 你的右边 你的右边是哪里边 刚好跟师父想装向 你自己的右边 对 那你不要像左边 左边的话 以后里面的灯就变外道了 这是真的 一切缘起 你自己的右边 由下往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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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右边 然后唱完以后 我们在心肩 接下来 注意听 这时候 要传灯 刚才叫点灯吗 点灯 请不要讲吧 你是点灯 现在传灯的时候 就是由中间 往右边传 从中间 往你的左右 两边传 会有十几年 拿盘子 这个时候 会唱阿弥陀佛 注意听 你要观想 自己和所有的众生 就像大海的海浪一样 每一个人坐着大宝的莲花 然后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走 就像莲花一样 每一个人都坐着莲花 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过去的历代祖先 愿近在 终于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生 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 也希望你发愿 那因为你发愿 这个 你会共心结千佛 也以此功德 可以求生极乐净土 那未来呢 也有无量的众生 会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会敲目语唱 阿弥陀佛 你跟着我音乐的唱 这时候不要站起来 在家里面 都是做的 然后由中间 往左右两边传 我有干部帮你 拿灯 最后他会在外面 拿到讲台前面 然后开始点 因为他需要时间 所以我先点灯 给灯完了以后 我们才开始讲经 还回答问题 这样的解吗 好 不会要紧张 好 等一下下 你的以你为主 相右手的顺势周 对 由下往上 不用由你相怪 要推磨磨磨养用 就由下往上 圆满就可以 OK 可以吗 对吗 一样的 没问题 对 好 请上来两位 OM MANI VEMME HOM 大切茶 OM MANI VEMME H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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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VEMM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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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